公主顺利被白泽帝君收为坐下弟子的消息 让齐男乐得胡子都快飞上天了 一路笑得合不拢嘴 悬疑倚着车窗继续用白雪捏着花 以免嘟着嘴咕嚕 你也是得偿所愿了 苦了我 以后要天天对着那个冷脸的服装 齐男使劲儿板下脸称道 扶桑神君是公主自己得罪的 公主跟她明明无怨无仇 却利用她给自己开拓 她见到你不生气才怪 悬疑的嘴又嘟起来 可是我才九千岁啊 哪有这么早就出嫁的 齐男瞪她 公主难不成觉得 不摆出那些可恶的姿态 扶桑神君就会对公主您 一见钟情吧 悬疑歪着脑袋想了想 点头 对呀 帝君和夫人到底是怎么生出这么狂妄的丫头的 齐男气急返向 越发确定自己终有一天 要被她气死 公主多虑了 她半天才憋出一句话 俗话说 冤家已解不已解 何况以后公主和扶桑神君是同僚 还信公主 有爱同僚 诚心待人才是 悬疑用指甲把花瓣抠出形状 我讨厌那个扶桑 她相信扶桑神君应该更讨厌她 齐男有些头痛 好心情已经全部变成了各种重新汹涌的烦恼 她觉得自己该再说点什么 可又不知道还能再说什么 对面的小公主不知道又想起什么 一扫方才的阴霾 脸上露出天真并着得意的笑容来 我得写信给亲燕 她乐得两眼放光 我拜了白泽帝君做先生的事 肯定会把她吓一跳 齐男早已见惯她多变的情绪 无动于衷 她当了十几万年的神官 见过无数的神族 多情风流如中山帝君 孤傲古怪如玄冥帝君 超凡托俗如望书神女 甚至他们行事总有规矩可寻 可她到现在也没能摸出小公主的风格 往往她以为事情不会更坏 她便能叫她大开眼界 往往她以为走到死路 她又能千回百转把路给续上 有时她真的觉得 可能将她一辈子拐在中山 才是最省心的事情 一回到中山 忧心重重的齐男 第一件事就去长生殿找中山帝君 得知悬疑过了白泽帝君的考验 连中山帝君都感到错愕 阿姨真的败在了白泽帝君坐下 先前 她跟齐男为玄宜选出许多先生 原本是做好了这个不要 那个总会要的打算 白泽帝君虽是第一人选 但玄宜能成为她坐下弟子的可能 微乎其微 她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 万万想不到竟以此成了 齐男苦笑 公主素来聪明 白泽帝君慧眼石珠 自然会选中她 帝君 属下 另有钥匙烦恼 她将玄宜跟扶仓发生的种种冲突 说了一遍 最后忧心忡忡的开口 公主此番 彻底与扶仓神君结下仇怨 他们又一同 拜了白泽帝君为献上 难保以后 不会继续加身戒敌 这 白费了帝君和天帝的一番酷心不说 长此以往 与公主的名声也无异 更何况 也影响清帝和帝君的关系 谁知 中山帝君听完竟哈哈大笑起来 自夫人远灭之后 她再也没有这样笑过 其难不由呆住了 我总是怕她太过柔弱 想不到我的女儿 竟有这样的本事 帝君哭搞的面上 焕发出一层惊喜的光彩来 掌中的烛火也骤然亮了 好 这样才是我竹音氏的后人 阿翠隐灭后 她心如死灰 不问外事 对一双儿女也疏于照顾 经验恨她 所以远远地离开了中山 悬疑还小 又从未离过家 她一度非常担心女儿 想为她铺好所有的路 让她走得安稳妥当 若不是其难的话 她还一直不晓得 悬疑并不是印象里 沉默寡言百依百顺的小丫头 喜悦和激昂的情绪 让中山帝君的背 挺直了无数 她想起自己幼年时 上一代的中山帝君 也是她的父亲 对她势中不满 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 你一点儿 也不像是初音氏的后裔 无与伦比的自信 冰雪剔透的聪明 不可一世的狂妄 这些特征 她一个都没有 反而腼腆多情 引来父亲无数的叹息 可父亲倘若见到 青燕和悬疑 便绝不会叹息了 他们才是真正的 竹音氏后裔 一是平庸的自己 却生了一双好儿女 其难 你不必太过操心 竹音氏 无所畏惧 就让悬疑做她自己 喜欢的事吧 其难没想到 帝君竟然也这样说 他不能理解 却也不能再劝 只得无奈地闹 倘若放任 帝君不怕公主 到了五十万岁 也嫁不出去吗 中山帝君笑着摇头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 只要悬疑不会被欺负 就算终身不嫁 又有何妨 其难无话可说 索性拱手行礼告退 帝君忽悠唤她 等一下 其难 且让我看看白泽帝君坐下 究竟有多少弟子 上回他心思不在此 只是粗略一看 这次仔细翻阅名册 才发觉白泽帝君两万年来 一共只收了十二名弟子 如今加上服藏和悬疑 便是十四名 其中大弟子 是天帝的第九子 六弟子是花皇的三子 九弟子 则是涂香山蛇皇的公主 十一弟子 又是赤帝的小公主 一路看下来 他的弟子 简直个个身世显赫 贵不可言 中山帝君的目光 忽然停在 第十二名弟子的名字上 眉头轻皱 清阳室 是九天 凤凰一脉的 他先前竟没有发觉 有九天凤凰一脉的神族 也败在白泽帝君坐下 其难沉吟道 属下先前见到 也有了忧虑 但一来 竹阴室和清阳室的局域 乃是上上代帝君所为 远远太久 旧事重提 无甚必要 二来 其实两位帝君 究竟为何发生冲突 以至离横海至今全为禁地 此难一大谜团 何况两位帝君 都已殒灭 事过境迁 故而属下一位 公主与清阳室后裔 一处败事 并无甚不妥 中山帝君私存片刻 含首 不错 姑且先不去管他 缩头缩尾百般顾忌 不是我竹阴室的作风 难道还怕他们不吵 他已经很久不曾这样耗费心神了 方才情绪波动的大笑 似乎都令他疲惫 张心的烛火晃了晃 渐渐暗淡下去 西南心中暗叹 帝君当年狂怒之下 冰封铜山一族 耗费了太多的神力 到今日还没能够彻底的恢复过来 他收起名册低声道 帝君请静歇 属下先行告退了 中山帝君缓缓合上双眼 去吧 清阳若是有消息传过来 务必先告诉我 齐南弓身倒退至殿门外 再向李望了一眼 浓密的黑暗已将暗淡的烛光 静静吞噬了